可怕的病痛从来没有折磨过我们 你会生病是为了排除血液中的毒素 这是一句非常有趣的一句话 原来每一个人生病呢 并不是你真的病倒了 是因为呢你正准备要排除你血液中的毒素 让你进入到更好的身体的状况 今天呢雨色在空中 要为每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呢 是我的老东家世子文化 在前阵子呢所出版的这一本 不想生病血液要干净 这本非常有趣 值得每位的听众朋友买回去的一本好书 在空中呢为每位的听众朋友邀访到 是世子文化的主编玉婷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来跟每位的听众朋友来谈一谈 这一本疾病是大自然内部清洁的这本好书 玉婷你好 哈喽雨色好 这位听众大家好 我在看你们这本书的时候呢 里面有一段的文案呢 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呢 提尔顿医师呢 他被称为体内进化教父 但是呢他也被医学界炮轰式施行骗术的用意 为什么落差这么大呢 玉婷 因为啊 其实我们应该要回到那个医学的背景的体系面来讲 这样子 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细菌就很当造 也就是说 他们会认为会害我们生病的 有一个外来的侵袭者这样子 对 当然是侵袭者 所以你们要去除掉那个侵袭者 然后另外呢 就是在一般传统的医学的脉络来讲 我们是对症治疗 也就是症状出现了 然后我们看他那个症状发生在哪一个部位 然后有什么样的状况去治疗他 但是因为提尔正医师他提出了一套 他自己观察 临床观察的研究跟讨论 他看到 他只告诉你 所有的疾病只有一个原因 我们只要推理好那个原因 其他都什么都不用管 那 他其实很颠覆当下的 一些医学的概念 那其实这是 在病内疗法或是 比较自然疗法的医师他们的确都会碰到的一个状况 因为 所谓的身体的治愈力这个事情 在那时候 它都不是主流 其实到现在也都还不是 所以这样子的说法一出来的时候 多多少少 会让医学界里面会反弹这样子 就会说其实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疗法的医师他们都会被认为说他们是没有用的 然后甚至是说可能也许他们是吃了药已经快好了 然后到了自然疗法医师那边那就好了 对 所以 所以他们就是他们多多少都带一些敌对的关系啦 那加上他会告诉你你要少用药 然后做手术 然后你就是休息 然后吃对食物 然后干嘛干嘛干嘛 就是完全不需要医生的存在的感觉 嗯 但其实还是需要的因为 比方说症状的发现症状的记录还有 还有观察 因为你也不可能完全都放病人 让他自己来 那你要让他治愈力的时候 你还是要有一个专业人是帮他把关一下他自己用的话 嗯 所以所以就是会应该这样有这样子反两人的立场这样 嗯 这本书哦 它叫做血液 就是要不想生病 血液要干净嘛 那这本书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些关于说 我们人的血液当中呢 有时候会基存一些毒素 那这本书有没有告诉我们说 该怎么样来避免基毒这些毒素呢 还有怎么样的人能够排毒呢 雨婷 嗯 其实就是在这本书的概念里面 那个铁针医师一开始有跟大家讲说 嗯 其实我们只要人活的血液里面就一定会有 嗯 因为我们在生活的环境中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刺激 嗯 你呃 天气变了是一个刺激 嗯 然后你吃食物 然后食物中可能有什么是你身体不适合的那也是一个刺激 嗯 我们血液来输送我们血液离无时无刻都输送那我们健康的身体还会自动完成这一套流程 可是问题是呃当我们的坏习惯太多之后 嗯 嗯 然后会导致你的你身体的能量会过度的消耗 嗯 那你身体过度能量的消耗 然后你就会身体虚弱 你的排骨机制就无法正常的建立 嗯 那么你就会容易就是变成毒素会一直累积而是排不了的状况 嗯 那书里面还有提到蛮多跟呃呃呃你要如何去避免你的能量消耗 嗯 那其实我觉得呃这个医师的观念是蛮蛮蛮特别 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东西医师 是 会跟你讲说嗯 其实你要身心平衡啊嗯 那身心平衡他就会举到很多例子 比方说我们呃有些人他可能会有工作上的压力 嗯 那你要怎么适度的面对你工作上的的态度 嗯 他就会扭转你可能你他的压力对你来讲就变成是适度的 而不是过度的压力了嗯 那你就配跟上去 那也有一些人他可能很喜欢抱怨或他习惯跟人家讨论疾病 嗯 然后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 很他就很容易他的他的身体的状况 他有说也有人些人的病是自己说出来的 嗯 他另外就还有还有比方说 如果你呃 当然海伟也会讲到饮食这一块嗯 那饮食他其实当然他的饮食的方针他没有减到太多 但是暴饮暴食就是一个不太正确的状况 是那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他在你要避免避免这些坏习惯的过程当中 他的饮食里面他然后烟酒也是但其实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了所以他在呃有一些些他也会提出一些建议说比方说你的糖味的保健上来讲是很重要的嗯 因为我们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时候我们的糖味道里面的食物都是属于完全消化的那我们又吃过多嗯 所以在你已经生病的状况他有一些人他可能甚至需要所谓的以外力来帮助要管场排斥 嗯嗯那如果是正常的状况他会他还另外他会他很推荐的另外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开始扫食嗯甚至有必要性的话要钻食嗯因为在那个时候一方面他是减少刺激开始减少刺激因为你已经可能也许你的毒素已经过多了嗯那你就要减少刺激让毒素继续生成嗯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他认为钻食最好的排斥一个状况的方法这样嗯嗯 他那个时候他就会让他身体自行去做他应该要有的工作他自行该做而不是被一些外来物去影响他让他的排斥作用会受到干扰这样嗯对刚才玉婷你提到一句话就是说让身体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哦那书中呢其实他有个章节我在看的时候觉得他也其实有点像在修行在像宗教的修行哦他说呢当你要生病的时候呢你要让自己生一场很舒服的病 那这个有点跟我们观念中的一些想法是有抵触哦因为生病怎么会舒服哦可是他叫就是叫告诉我们说你就是要去做一场舒服的病哦那我想问一下玉婷是说这个作者他所提倡就是说你要去生一场舒服的病他的定义是什么其实就是呃应该他要讲说让你因为我们疾病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生病症状症状当症状已经出现的时候表示身体他在紧急的强力排斥因为他已经足够已经累积到你已经累积到极限在你的身体来讲是极限门槛了嗯嗯已经超过那个门槛嗯嗯所以他要必须靠这个动作来强力排斥所以你如果发生在也许是发生在鼻腔 你可能一直打伤心流鼻涕它就是一种排斥嗯嗯嗯那你可能在某个部位他就是因为那个部位可能特别严重嗯嗯它已经恶化成你需要做强力排斥的状况嗯嗯所以他认为既然他是在排斥你就不应该去干扰他嗯嗯嗯那他就会自行排斥完之后等毒素降到我们身体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的时候他看起来症状就会消失了嗯嗯那这时候因为你不是强力去压抑 因为比方说你如果用药用药第一个它还是一个刺激那第二个是它可能会中断或干扰了排斥肌肢的作用嗯嗯那等于是呃他好像假象的嗯嗯把症状变不变可是其实你身体里面的毒素没有被排掉嗯嗯所以他会认为说如果你是让身体靠着自愈力这样状况恢复的你会觉得你是生了一场呃舒服的病嗯嗯 你在大病你在生病一场中你会感到你的很轻盈你的状况是好的嗯嗯而不是看起来好像好可是你觉得还是哪边不太对劲这样嗯嗯对所以他会强调是说在在生病的时候有时候呃不要过度的干扰身体然后甚至给他一个静待的观察他嗯嗯那是一个好方式但是你所谓的不要过度的干扰其实你还是有做某些事 你其实不做某些事嗯然后做了某些事这样对嗯嗯这个作者哦他出生是1851年哦距今已经呃快将近200年的时间哦但是其实这本书他提了很多的观念其实现在来看其实都不算新可是以就当时来看他是完全颠覆那种西方科学跟医学的知识哦尤其呢是在这一本书的后面哦他提很多比如说像是疫苗就是他觉得这是个妙舞哦那他觉得说当你缺乏平衡的时候呢 会让疾病更难去应付他他也提了很多那种养生修养的方法现在来看会觉得说咦跟我们现在身心里有很多雷同地方但是你把时间把它挪移一下大概200年前来看你觉得说真的不可思议啊他真的就是很修行很修行的观念哦那在节目的最后就是要请一下郁婷请教一下郁婷就说这本书的作者他提了很多呃我觉得当时来看应该是真的是很颠覆的一个修修养的观念哦那他 他教了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新的修养生息的一些观念跟做法呢语题嗯他做的很强调是说当我们的尤其是生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修养生息嗯那所谓的修养生息他他给我们的三个很简单的方向嗯第一个你就是要卧床休息嗯那但是他是他是用卧床这个字来带但是他就是告诉你说你可能要停下脚步了嗯我觉得应该是这意思嗯嗯 可能这个时候因为为了要减少刺激嗯嗯是在刺激你的身体所以你要停下脚步嗯好好的休息嗯然后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身心平衡因为其实在这本书的内容中大家应该可以看看身心平衡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对嗯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稍微提到的就是钻石嗯那其实呃呃呃医生他一直在强调说 尤其是最生病的人你还要强迫他吃很多东西对他来讲其实当然是害怕嗯嗯应该就是他如果如果不饿或什么他的状况还ok嗯那就是他的需求补充就可以其实不用强迫他说你还是要到一般的时候正常的三餐的时候嗯嗯嗯那有必要的时候因为钻石对那个医生来讲他是他是一个排除作用的帮助嗯所以他必要的时候你可能可能可能 你等来三餐变一餐也许对身体是一件好事嗯嗯那休息的休息他也给给了我们一些些哦的普通说明比方说他认为说你可能尽量要保持安静嗯嗯然后待在空气好的地方嗯嗯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呃他会认为说你可能要保持身体的一部分的温暖度嗯嗯这样子呢都可以像所以像后面的大家也可以看到他其实有鼓励大家可以利用泡走来 来消缓一些来缓解一些不舒服跟疼痛嗯嗯那应该就是跟一方面跟牌子有关一方面跟温暖身体有关这样嗯嗯身心平衡在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他就其实会已经很强调嗯所以他他书里面花了大概有两张到三张都是在告诉你说哪一些些的生活态度哪一些些的状况他其实对很有为我们身心的平衡那 那其实医生有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其实我们所谓的呃他说的身心平衡另外一个他我觉得有一个同意曲他里面讲到就是我们要节制的生活嗯那所谓的节制是说你应该会要知道自己的限制在哪里嗯因为也许对我来讲我的压力承受住到这边你的压力承受住到那边那我们两个是不同的所以你可能有些人一天抽一包烟对那个来讲 因为很严重有些人他可能他他一天一直都是最严重的状况嗯嗯嗯那所以那你必须知道你的限制然后你要顾虑到你的限制嗯嗯所以你要配合着这样子的限制去呃过你的生活那你就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当中那你平常你就不太会过度消耗你的量因为呃我们现在生活 我们的呃悉意你看出来出生什么像我现在的生活肯定就不要这样的 верс生说我们的治疾更多了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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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读书自造其实更迅速嗯嗯那虽然他他这个东西他给我们啊我觉得他给我们一个生活的准则跟呃应该说养生养性的准则嗯嗯这样子其实你的生心平衡挺好的其实你也比较不容易生病嗯嗯嗯嗯嗯嗯不想生病血液要干净哦这本书呢已经 出版了,有興趣的聽眾朋友可以趕快去買回來看 這本書不算厚,但是內容非常紮實 沒有太多的罪紙 也沒有太多的這種難以理解的醫學理論 他告訴你東西就是非常的簡單 他只告訴你一句話,就是疾病是大自然內部的清潔 當你遵從這句話,那麼請你身體是不需要承受這麼多的 不管是疾病,或者是病痛,或者是醫學的煎熬 你可以活得更像一個正常人 因為時間上關係,我們今天訪問就到這邊,謝謝玉婷 你所收聽的節目是華人網路心靈電台所播出的雨色新養生 在新養生當中,雨色都會介紹不同的身心靈好書 以及腰房、作者、翻譯,或者是編輯 來節目當中,為美味的聽眾朋友來介紹 書中還沒有說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邊有一些好書,希望雨色在節目中來介紹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從事出版業的工作 有一些好書,希望雨色來做推廣 都歡迎跟雨色來聯絡 好的節目,需要美味的聽眾朋友來支持 好書更需要大家來推廣 雨色電話是0975-256-579 好,謝謝大家